请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 记载在诗篇第34篇第8节 诗篇34篇第8节 我们一起读两遍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愿神赐福凡听从祂话语的人 天父我们恭敬了将今早的崇拜 将今早你的孩子要分享的信息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但愿你透过这个微小的感动 你要让我们看到救恩的宝贝 要让我们看到在耶稣记录里 我们所领受的恩惠 所领受的恩典 所领受的恩福 是何等的浩大 这个恩福在信的人身上 是何等的丰盛 何等的丰富 主啊 今天早晨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一起领受 这一份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在新年期间 我们一同蒙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今天分享一下新年蒙恩 在从前有一个探险家 带着他的仆人到非洲去探险 那么他口渴 他就爬上树去采椰子 采椰子的时候 然后就割那个椰子 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手指头 也切了一截下来 痛到他要死 那么一旁的仆人呢 在帮忙包扎伤口 包扎伤口的时候 那个仆人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 这探险家听了很生气 他说我受了伤 断了一根手指 你还认为是上帝的恩典 你是巴不得我死吗 于是他一气之下 就把他的仆人丢到一个坑里面 然后不要他了 就把他仆人关在坑里面 结果他要走之前 又听到仆人在坑里面说 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了 他一听更气 这个神经病 然后他就走了 这几个人上路 这探险家就来到一个原住民部落 然后他就被抓了起来 原来这些原住民 要把外人 要把他当作献祭的祭品 突然间他们在清洗他的时候 因为献祭 祭品要清洗干净 帮他脱衣 帮他清洗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他的手包着纱布 断了一根手指 于是他们就开始讨论 他们说这个献祭的祭品有瑕疵 断了一根手指 哎呀我们的神不要啊 他们就七嘴八舌 到最后他们达成协议 有瑕疵不能够献给神 于是他们就赶他走了 就把这个探险家赶走了 探险家在死门关走了一回 走了一圈 他快快匆匆忙忙就跑掉了 然后他跑回来后 他第一个先去把仆人从坑里面抓出来 他就说我差一点被人家杀了 被人家献祭 然后他就说早上 你不是说我断了一根手指 说这是神的恩典吗 他说还好 如果不是我手指切断 我今天连命都没有了 于是他真的认同 原来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他就问那个仆人 今天早上你被我扔在坑里面 为什么你也说是神的恩典啊 仆人就说 是啊神的恩典啊 你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把我丢在坑里面 我肯定跟你一起去 那么等一下被献祭的肯定就是我了 哎呀 他才明白 原来如此 各位弟兄姐妹 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都是神的恩典 你可以说阿妹吗 我跟你讲 在风平浪静 顺风顺水 在这个喜气洋洋 在你这个很满意的状况当中 你要说赞美 你要说感恩 你要说这是神的恩典很容易 但是在惊态害浪中 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还能说这是神的恩典 这很不容易 好 当我们来看以福所书 今天我们就从以福所书里面 很快的来看一下以福所书里面的关键字 那我们来看以福所书 第一章二节 他说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和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然后他又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基督徒 我们是世界上最蒙恩的人 基督徒我们是世界上最蒙福的人 刚刚过去两个月 我这个喉咙不对劲 中了流感 然后喉咙一直发炎 一直痛 今天早上又开始疼了 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 看我一直咳嗽 看我一直感冒 看我一直声音杀痒 那么就有各种各样的补品送到我的家 有中药 有西药 还有灵芝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真正的吃到灵芝粉 灵芝粉你们喝过吗 没有啊 你看我多么有福 还有美国 美国一个线上的网友 他长期听我们线上的讲道 他就特地从美国寄的三大乡 那个叫什么SER SER的水 我也不知道什么水 总之那个水呢 能够复原我们人体的细胞 能够修复 让我们身体迅速的康复 你知道三大乡啊 我计算过去 大概最少要三四千马币了 三大乡 三四千马币寄过来 那个水应该叫SER 我说不知道喝了会不会SER 感谢主啊 喝了后康复得很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神在基督耶稣里 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福气 这一切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 你会发现以福所书六章 它有一个关键词一直出现 就是在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领受一切的恩典 我们领受这个恩典 就是礼物的意思 恩典就是祝福的意思 好 我一口气跟大家讲一下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领受的二十种的福气 第一个 在基督耶稣里 保罗说我们是有忠心的 你知道吗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神是看你是有忠心的 神看你是可信的 所以你一旦信耶稣 你就要信到底 你就要跟随到底 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宗教 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风俗潮流 跟败坏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 有忠心 跟随到底 因为神要赐予我们的恩典 是尝阔高深 是从现在到永远的 第二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保罗说 我们蒙天上各样的福气 所以你知道吗 神是我们一些福气的源头 今天属世的人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龙年期间 我们以为祝福人家龙马精神 我们祝福人家龙藤虎具 我们祝福人家龙藤凤彩 我们祝福人家龙年大吉 我们就以为 在所有祝福语当中 加上龙 我们就蒙福 但我们知道龙是一个图腾 龙是一个崇拜 龙是一个偶像 虽然他是文化 但是他是个偶像 这个上个主日 我讲得很清楚了 一龙风波 大家可以在网站上面去看一看 在YouTube里面去看一看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水猴将 他把水龙头挂在这个车镜上面 他说龙年挂上水龙头 一年世纪不必愁 我心想那个水龙头不懂 会不会刹车的时候 水龙头撞向大镜 大镜就爆了 破财消灾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方式 尝试要得到今生的福气 但是神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 是永恒的 是永久的 不是属地的 是属天的 而且是永远到永远的 绝对不是短暂的 那是天上各样的福气 第三 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特别被拣选 被拣选干嘛 成为圣洁 成为圣徒 无有瑕疵 所以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 你跟我都是被拣选的 不然的话你不会偶然出现在教会 对不对 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 年初一 大概都是在 年初一早上 大概不到中午 大概还不起床 因为前一天晚上 一定在disco 一定在夜总会 一定在里面浪醉如泥 一定在里面狂欢作乐 因为那是以前的生活 但是神拣选了我们 是让我们脱离过去旧有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圣洁的开始 无有瑕疵 归属于他 接着我们再看第四个 我会讲得比较快 你放心今天的信息不长 今天信息不会太长 有人 怎么你很失望是吗 平常听惯了 我讲 住住一个小时 今天可能失望了一点 第四 在基督里得名分 你注意看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我们 预定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你知道 你在宇宙间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世子 你是神的儿女 而且你有这个合法的权利 请问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住 那是因为我们在父母的家 我们是儿子 我们是女儿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 家里所有一切的设备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又在神的家中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享用神家中 所有一切的权利 一切的好处 第五 我们在基督里蒙恩典 这里说恩典是 Karis Karis就是礼物 Karis就是神摆摆给我们的 今天不是你透过什么努力 不是你今天大年出于你奉献了多少钱 或者你今天早上做了招待员 或者你平常在教会里面有侍奉 或者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才蒙这个恩典 No 不是 是你在耶稣基督里 神赐给你的 我们不配得的 但是神给了我们 我常常觉得在我生命当中 领受的所有的恩典都不配得 但神都给了我 神给了我们太丰富了 然后第六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还蒙救赎 你看我们透过耶稣爱子的血 我们得蒙救赎 今天救赎的意志 就是我们过去是个奴隶 我们从奴隶的观景被救赎出来 神赎出我们这个奴隶 而救赎的代价 就是耶稣为你跟我而死 弟兄姐妹 救恩是白白的 是白白给你的 但是这个代价不是白费的 这代价是耶稣基督为你跟我而丁死 所以今天我们才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 所以这个是以命 属命 所以今天我们是蒙救赎的 蒙拯救的 第七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蒙赦免 赦免的原文就是哪去 就是夺去哪去 就是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罪 但神已经哪去了 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生的生命 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所有的罪过都得赦免 所以你不需要再被你过去的罪所控告 只要你认罪 你认罪的当下 神说我将你的罪抛在深海 最深的海没有人能够下去 神说我将你的罪涂抹 比白雪更洁白 神说我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是完全得着赦免 第八 我们再看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也蒙教导 因为他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 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 神赐给我们聪明 神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可以客观跟主观的 来明白神的启示 神的旨意 各位弟兄姐妹 你很难以想象 过去我的成绩 真的我常常讲这个见证 过去我的成绩从小学到中学 都是满江红 都是七七八八 都是不及格的 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典 蒙神的教导 神给我智慧 神给我恩典 以至于后来我在念神学的时候 成绩非常优异 一直到现在 现在我还想在今年的时候 报读这个教目博士 但是一直拖到现在 还没有正式报名 因为还在瞒着一些事情 所以就想继续不断地进修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不只能够明白这世界的事 更能明白属神 属灵永恒的事 第九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得基业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了基业 我们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基业就是我们成了神的产业 今天你跟我就是神的宝贝 就是神的产业 这是属于神所有 神所管理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 某某人的丈夫 某某人的妻子 某某某人的孩子 但最重要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是归神所拥有的产业 所以谁都不能够碰我们 撒旦也不能够侵害我们 虽然会有一些小攻击 但是他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好 第十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盼望 他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没有盼望 这世界外面的人 很多人没有盼望 很多人看到经济越来越萧条 他没有盼望 很多人看到 他面对的婚姻家庭的问题 他走不出来 他觉得没有盼望 很多人面对自己的生病 疾病 这个绝症或者其他的疾病 他没有盼望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盼望 在曼容 我们有一位牧者 在班代牧会 他名叫郑子超传道 就在去年 刚刚过去的十一月尾 突然间他在一起参加 宁议会的时候 一直流便血 流便血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很疼痛 整个人不行了 躺在船上 后来被送进医院 发现是大肠癌 而且大肠癌第四期 他已经spray到他的肝 已经spray到他的肝 第四期大肠癌 一个四十岁的一个传道人 四十岁 正值抓年 大肠癌 已经spray到肝癌 第四期 医生也没办法 医生只能跟他说 每做一次肌磨 每做一针就算一针 每做两次 就做一个检测 检验 两个礼拜一针 两个礼拜 做一支化疗 化疗的针 那么 每一支化疗的针 都一万多 一个月当中 就要花二十多千 去做这个化疗 去做这个诊疗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直到现在 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刚过去星期二我们同工们聚会 看他状况很好 他目前为止 已经不知道做了好几针了 做了好像有六针七针了 六七次的化疗了 他说虽然人到现在稍微有一点辛苦 他说但是最近检测的时候 发现癌细胞降低了 他的肝脏 他的肠 那个癌细胞指数已经非常低 他说 医生说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可能会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传道人 你知道吗 他在过去年尾 他在白色圣诞 有一次 他中部教区 有一个白色圣诞 在圣诞节期间 他特地请他分享一个短见证 原来去年是他多灾多难的 去正子操作多灾多难 他这个年头 这个突然间脊椎骨受伤 脊椎骨受伤 一受伤然后就不能走 然后动了一个小手术 然后过后 又发现 各位又发现什么病了 发现什么病了 各位又发现另外一个病 突然间想不到 不知道中了几次COVID流感 机性差了 第二次什么病 突然间忘记了 也是蛮严重的 第二次也是蛮严重的 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个 虽然生命中多灾多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盼望 弟兄姐妹 真的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盼望 如果对这世界的人 他遇到一连串的打击 他会觉得没有盼望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他有盼望 对 第二次他又患上 这个小中风 第一次鸡嘴骨 第二次小中风 第三次癌症末期 一连串的打击 对普通人来说 可能他受不了 但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环境 好 所以盼望非常重要 这个盼望就是 我们对未来有盼望 我们相信耶稣复活 我们对未来我们憧憬 那么再来第十一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受印记 圣经说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 我们是神的凭据 是神的产业 直到我们得救赎的那一天 所以这里说 我们受了神的印记 这个印记 原文就叫定金 原文叫抵押品 原文叫投款 当我们买车 我们给了定金 押抵金 我们给了付投款 我们买物质 给了投款 过后我们就肯定 会来买这一辆车 或者这一栋房子 对不对 所以神给我们圣灵 做定金 定营 或者做抵押品 而这个圣灵 在我们有一天 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圣灵让我们重生 第十二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有能力 这里从一章十七 到二十三节 一整大段的经文里面 他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在信的人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叫他从死里复活 有一天也一定 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 显得能力 非常的奇妙 是胜过天使执政 掌权 有能组织 胜过今世来世 甚至从死里复活 甚至让耶稣基督 成为万有之手 在教会之上 所有一些的能力 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这一份复活的能力 得胜的能力 在我们里头 然后第十三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也有地位 你看他叫我们跟耶稣活过来 让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一同复活 一同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地位 我们有一个超然的属灵的地位 第十四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被造成 被造成干嘛 叫我们行善 所以当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得救 那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行善 行善是做神 所要我们做的事 那就叫行善 因为耶稣医病赶鬼 那么圣经就说 他周游列国 行善事 所以善事是做神 你要你做的事 然后还有得 赏赐 得奖赏 所以神预备我们 造成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成为 他手中的器皿 可以成为 为他而行善的人 得着他的称赞 然后第十五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亲近神 过去你跟我 我们祷告不通 我们很难亲近神 但是当我们认罪 我们悔改 我们信靠主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随时可以亲近神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想不享受亲近神 每当你读经 每当你祷告 你会觉得心里软扬扬吗 你会觉得被滋润吗 你会觉得神的爱 充满你吗 你知道在神里面 我们常常亲近神 那是我们一个 极大的福分 还有第十六 我们在基督里被建造 我们在基督里被建造 但这里说被造成 这里说被建造 是不同的东西 这里建造就是说 让我们建造成为 圣灵的居所 所以当你信主过后 你的生命不断地被神修剪 你的生命不断地被神调整 神在一些时刻 会让你看到你生命中 内在的丑陋 品格的软弱 以至于你不断地被修剪 被炼净 被洁净 让你可以成为圣灵的居所 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店 然后第十七 在基督里面 我们为后世 这个后世就是神的后代 我们同为后世 我们同为一体 我们同盟应许 所以这里后世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能够享受神应许给我们 天国的一些产业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 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 因为这个奥秘是外帮人 我们这些外帮人 外帮信主的人 跟犹太人 我们一起同为后世 第十八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没有畏惧 放胆无惧 这里放胆无惧 你注意看 这是我们可以有勇气 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 蒙怜悯得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各位弟兄姐妹 原来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 我们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毫无惧怕 再来第十九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得恩赐 因为神将各样的恩赐 分给我们 所以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超自然的 或者自然的 那都是用来服侍他的教会 服侍他的圣徒 服侍他的百姓 再来 所以 这里 这里放错了 最后一个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得肝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肝强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肝强不是本身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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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顽强 你要靠自己 打肿脸充盼子 说我很强壮 不 不是的 那是靠着主 而肝强 那是靠在神的身上 依赖着神 那么你就得以肝强 神的肝强 就成为你的肝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所有的福分 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得吵的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以福所书当中 告诉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 神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祝福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耶稣基督给我们 一些的福分 既然是如此的丰富 既然是如此的丰满 所以 诗篇 难怪诗篇 34篇第8节 大卫王 他写着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并知道他是美上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大卫在他一生生平当中 他从一个牧羊羊童 他从在家中里面 被父亲所侵视的 他被哥哥们所嘲笑的 一直到他成为西伯伦的王 七年后又成为 以色列全帝的王 一直到他在众人面前 被神所高举 被神所高默 他一生当中 颠沛流离 经历 少年经过扫罗的追杀 往年又经过 他的儿子 亚撒龙的叛逆跟追杀 一生当中 多灾多难 到处都有 增长脚乱 但是 他一生当中的经历 他还是告诉我们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上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因为当你投靠神的时候 这二十种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气 全部临到你身上 所以你有中心 以蒙福气 蒙拣选 蒙名分 蒙恩典 蒙救赎 蒙赦免 蒙教导 蒙得基业 然后你有盼望 再来 你受印记 你有能力 你有地位 你被造成 可以行上 你随时可以亲近神 你被建造 成为神圣灵的居所 你是神的后世 得一切属灵的产业 你可以无所畏惧 你可以得属灵恩赐 你可以在基督里面得更强 哈利路亚 太棒了 对不对 二十种的祝福 请问你尝过几个 在你身为基督徒到现在 请问你经历了多少个 这一切的祝福 从哪里开始 从 你蒙救赎 得赦免开始 当你蒙救赎 得赦免 因为我跟着经文铺书 当你蒙救赎 得赦免 神看你为中心 你就蒙福气 蒙拣选 得名分 得恩典 然后蒙圣灵教导 得基业 有盼望 然后一直下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经历主恩的开始 是我们蒙救赎 得赦免的开始 最后讲一个见证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希望吗 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叫 Charles Philly 博士 菲尼博士 讲完道 他正要离开 有一个陌生中年人 来到他面前 说菲尼博士 今天晚上听了你的道 我很感动 不知道你明天 可不可以到我的家 跟我谈一谈 关于灵魂得救的事情 菲尼博士 菲尼博士很愿意 但会后他这个中年男人一走 旁边会友就拉住他 他说菲尼博士 你千万不可以去 这个人是开酒店的 这个人又拆赌产的 这个人又拆赌管的 这个人无恶不作 是我们这里的歹徒 已经很多人给他害死了 你千万不要去 结果菲尼博士说 哎呀 我答应了他 不行 我必须去 而且他说他要明白 关于得救的事情 我必须 我必须去抢救这个灵魂 结果隔天 菲尼博士就去到 这个中年人的家 这个中年商人 已经在门口等待 然后他就叫菲尼博士 请他进去 把门关好 然后他就请博士坐下 一坐下 他就拿了一把枪 啪 放在桌上 他说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但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他说你昨天说 昨天你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神是公义的 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说的 是不是真的 菲尼博士说 是 这是神的话说的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神是公义的 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个人就说 好 我告诉你 我是开酒吧的 我从小到大 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你说 像我这样子的人 神会不会赦免我的罪 菲尼博士又讲了一遍 神说 祂是信使的 祂是公义的 只要你认自己的罪 神一定赦免你的罪 祂又说 好 好 菲尼博士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后面是酒馆 我的后面是酒馆 卖各种各样酒 很多酒徒来 我 引诱他们喝酒 然后他们喝醉酒 我就让他们去隔壁赌馆赌 结果呢 喝醉酒 赌输钱 我从他们的口袋 骗关他们所有的钱 不管他们的妻女 饥寒交迫 有一些做太太的 甚至抱着她的孩子来到我这里 哭求我 因为她的丈夫输了钱 我借她钱 我放A loan给她 借高利贷 结果她越欠越多 房产就归我 有一些做妻子的抱着孩子哭着来找我 抱着我的脚 说免掉这一笔债 让他们有家里可以住 我一脚把她拆开 她说 像我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希望 神会不会赦免我一切的罪 菲尼博士说 神说 祂是信使的 祂是公义的 你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就赦免你一切的罪 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让人听了就说 好 你看 这是我的手枪 这把枪 已经杀死四个人 两个是我杀的 两个是我的伙计 我的手下杀的 像我这样子的人 耶稣会不会赦免我的罪 菲尼博士又说 神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祂是信使 祂是公义的 祂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个人听了就静下来 他说我还有一个问题 十三年前 我去到纽约 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女人 我骗她 我是震荡的商人 她就嫁给我 跟我来到这里 后来她发现 我的事业 原来是开酒馆 原来是开赌场 原来我无恶不作 她心肠俱碎 常常跟我吵架 我很乱 我很烦 我有时候喝醉酒 她跟我吵 我会打她 有一天 我喝醉酒 我忘了带销匙 我在家门口大喊 大叫大敲门 结果她们两母女 竟然把我关在门外 没有开门给我进来 我好生气 我就从我身上 拿了铁棍 下来在我家里的门 全部敲 门窗全部敲 敲到她们开门为止 开门的是我女儿 我当下很生气 我问她 你妈妈在哪里 她说妈妈 妈妈在厨房 我一口气冲进去厨房 我就跟我的妻子吵架 越吵越凶 到最后我就一巴掌 烧向我的妻子 谁知道我的女儿冲过来 挡在我妻子前面 那一巴掌 狠狠地摔在我女儿的脸上 我女儿被我整个人一戴 一拖一打 整个人撞向火炉 火炉上面 有一壶烧滚的碳水 整锅水倒在她脸上 倒在她胸口 倒在她手臂 倒在她身上 那一天开始 我女儿毁容 那一天开始 我女儿 没有再叫我一句爸爸 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丈夫 像我这样的爸爸 有没有希望 耶稣会不会赦免我 菲尼博士抓住这个人的肩膀 用力地摇了一摇 他说 弟兄 你讲的东西很黑暗 但我要告诉你 神是信使的 神是公义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洗清我们的罪 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业 那个人就跪了下来 他说请你为我祷告 我要信耶稣 当晚 那个人信了耶稣 隔天早上 他就跑到自己的办公室 跑到自己的酒馆 拿着一支铁棍 就是那一支敲家门的铁棍 把所有的酒瓶 一尊一尊给敲破 把所有的毒管的桌子给打穿 把所有这个黑暗的东西 全都给打碎了 就在那一天 他打碎后 发戏后 他跑回家 他跑回家又来敲门 这一次又忘了带锁匙 他又来敲门 他说开门啊开门啊 老婆孩子哪里敢开门啊 他说老婆啊 孩子啊 你们不要害怕 今天早上 神带领一个新的爸爸 新的丈夫回来了 我悔改了 那一天他妻子老婆开门 他就紧紧抱着他们 嚎唐大哭 泪流满面 当天晚上 他就带着妻女 去菲尼博士的布道会 全家归主 悔改 得救 各位弟兄姐妹 像他这样的人 还有希望吗 可以蒙神的恩典吗 能 所有我们蒙神恩典 就是从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得救赎 我们得拯救开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题目 新年蒙恩 你要蒙神的恩吗 你要得到神的恩吗 就是从蒙救赎 得赦免开始 然后你就进入 在基督里这一道恩典的门 我们常常见面说 新年蒙恩 新年蒙恩到底蒙什么恩啊 最大的恩典不就是救赎吗 然后得了救赎后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领受这二十多种的福分 而这二十多种福分 都是在圣经里面 以福所书 他亲自说 在基督里 在爱子里 在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领受 这一切的福分 哥弟兄姐妹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你就知道 祂是美上 今天早晨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 你可能还没信主 你可能还没信主 你可能一年 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来教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晨 神感动我讲 救恩 而刚好他们的影片 也跟烂子回头有关 今天的信息是为你而预备 今天的信息 是为你而预备 你可能 一年只有那么一次机会 你来到教会而已 好不好 今天大年初一 我要你新年蒙恩 我要你经历神的拯救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只是那么一年一次 跟着家人一起来 或者跟着你的配偶 跟着你的儿女来 今天 就是你得救的机会 今天就是你蒙救赎 得赦免的机会 好不好 这时候 请每一个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无论是在多元圣殿 无论是在圣殿 旧圣殿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或者在线上的 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今天早晨 你告诉自己 我要蒙恩 像我这样的人 我还有希望 我还能得救 像我这样的人 耶稣愿意赦免我 耶稣愿意接纳我 耶稣愿意给你的生命 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救恩 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领受 这二十种新年蒙恩的福分 以福所书 在基督里的福分 你也跟着我一起祷告 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我若认自己的罪 你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现在 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我犯过很多的罪 求耶稣 赦免我 求主耶稣 拯救我 现在 我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生命的救主 我宣告说 在基督耶稣里 我要领受 以福所书 这二十种的福分 二十种的恩典 我宣告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从此 不再一样 因为我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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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感谢神让我们领受恩典 PPT最后一章 最后 我一开始用以福所书 前面两节 我最后再用以福所书 最后两节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从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姐妹们 并愿所有诚心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愿你们新年蒙恩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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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大家新的一年 有属不完的恩典和福分 一生跟随我们的神 愿主赐恩福 新年快乐 现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 从座位站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新年歌谣 《牧主恩年》 好 我们一起拍一首 一起带着喜乐的心 来 歌唱 新的一年 新如OU 新的 motivating 新的喜碗 新的 discover 新的人开始 新人 放下过去 就要 چ 穿线喜乐意向 祝的恩典 远远不绝 进入更丰盛 德人如雨 回应无奖 荣耀全人生 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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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母亲团圆 祝福你今天好 如遗痕 总不回答 夕阳阳 乐乎乎 祝福带到你身旁 在祝里面每一天 若是更新的生命 更是妄念 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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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母亲团圆 祝福你今天好 如遗痕 总不回答 夕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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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你身旁 在祝里面每一天 为神更新的生命 更是妄念 在祝里面每一天 为神更新的生命 更是妄念 哈利路亚 感谢上美主 我们来领受祝福 愿平安仁爱信心 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在座每一位 在实体崇拜 跟在献上的弟兄姐妹 愿你们在新年期间 蒙主恩惠 蒙主恩典 蒙主恩福 从现在直到永远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